哎呀Shit 哎呀Shit 给你们发现到 你回答 喜欢什么知识 哦 喜欢什么知识 不为什么会快有问题 我喜欢这个知识 这是来很奇特的一点 像是分手是演的还是真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斯 我是Line 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 所以今天呢就是我们要拍一个Q&A啦 大家就是催我们拍很久的一个100k的Q&A 真的吗 我们终于抽空时间来拍了 登登 我们今天收到了我们100k的YouTube奖牌 耶 叮叮叮叮叮叮叮 哎怎么over turn了的 来把它泡一幅 哇 很开心耶 这个好像小学的时候拿到第一名 然后拿到那个奖杯还是什么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镜子 哇我头发像乱的现在 OK所以事不宜迟我们来快点回 快点坐 这个可以了耶 因为我们都懂你们等太久了 因为我也是等太久了 我们等到景都长了 我们终于等到今天你知道吗 太厉害了 这个 所以呢我们有在YouTube那边有发一个照片 然后叫你们来问我们问题啦 我们能回答多少就回答多少啦 就是我们看最多like的那一个来回答啦 OK还是有最多人想要知道的 我们就总结起来回答 如果我们有一些没有回答到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上一集的Q&A的时候 已经回答过了 你们可以点这边去看哦 可是如果你们觉得你们问了问题 我们没有回答 你不用紧的 你又等到我们200k 你再问 我们再回答 所以呢第一道问题 这个很多人like一下 你们看起来很想要知道 就是如果可以拥有一种超能力 你们想要什么超能力 哇 这种超能力啊 那个超能力就是可以弄到 我有很多种超能力的 快点回答 你可以回答正经一点没有 我很正经啊 回去到以前或者是未来的时间吧 就是任意去啊 就是我想要去啊 几时就可以去到几时 我想要的超能力可能就是 吃不肥的超能力啦 怎么样吃都是很瘦啊 越吃越瘦啊 最好是不用吃啦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超能力很好 吃不肥的超能力 就是可以一直吃 然后过后不会肥 哇就这样子啊 就这样简单啊 第二道问题 你们现在最想去的国家是哪里 日本 日本 真的我觉得日本是最棒的 因为上次我们两个一起去过东京 所以下一次我们想要一起去 大阪 最喜欢吃什么 我就是一句话 无辣不欢 是辣的我就爱吃 屁啦 哪里有 好像如果会富吉米加辣椒 你不吃啦 那个我不是辣 富吉米的辣椒是辣的咩 是啊 我是讲那种好像麻辣啊 多米亚麻辣 这些 我很简单罢了 总不是你煮的 我就喜欢吃 可是米是煮的全部都是辣的 你知道吗 哈哈哈 就是米是煮的 什么样 什么样都是辣的 我们会放一些就是我们吃的东西 我们会放在story 然后过来就有人comment回我的post 哇米是 这么每一道菜都有辣椒 哈哈哈 它每一道都是有辣椒红红的 你知道吗 米是最喜欢的化妆品品牌是 我觉得我喜欢的化妆品牌 我都是偏向韩国品牌 就是Innisfree啊 AQ House啊 TCE啊 所以去到韩国 哇那边就是我的化妆品天堂 天堂 因为他们那边卖真的是比较便宜 OK下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各自谈过几次恋爱 哦 哦 恋爱是那种 是算过前手啊那边的啦 我哪里懂你哦 就是我如果我真的有见过面的话 就是Lion是我第三个 然后如果是没有的话 Lion就是我第四个 就是那有一次那个是好像在 游戏 啊游戏里面就是 就是那种游戏里面谈恋爱 就是偶偶偶进游戏就 嗨我来了 有没有想念我 大概大概这样啊 然后没有玩游戏 就是没有联络的那一种 我觉得那个不算谈恋爱哦 那个是好像为了游戏结婚才在一起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要做这个quest要结婚 对啊 就是那种任务就好像哦 OK啦 要做任务就这样子 OK 那好奇问一下 他帅吗 我怕看这个影片 OK OK 所以你耶 哎呀 我骗不到你可 去上个问题 我觉得我是他第一 我觉得我是第四个 嗯 因为我 早上已经跟我讲完他前任所有东西了 所以我大概大概知道 对啊 如果你有骗我 啊有骗你啊 就是如果你不包括那种啊 没有牵过手啊 没有kiss过啊 没有见过父母的 肯定有几百个 哎 Ryan最不喜欢吃什么 哎 我最不喜欢吃什么 OK我知道 就是猪肠 哎不猪肠 猪肠你的头 不是猪肠 那个叫什么 猪肝 啊 啊 如果是菜呢 是那种菜色 我不喜欢吃什么 好 就是一种一种菜料理 不是不喜欢吃 因为可能不会的 不会去想要 芽菜 不是 我不是很喜欢吃的就是 鲁鱼饭 鲁鱼饭是菜吗 就那种菜 OK啦 那种食物啦 所以你应该讲一个料理 或者一个食物 OK 或者是一个面 你跟我讲菜 OKOK 你赢了 你就以为是什么 大白菜啊 OKOK 吃了吃了吃了 吃了吃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最讨厌 莱恩做什么 还要讲了吗 打游戏啊 还有什么 还要问我吗 这个 看到他打游戏的时候 我弄他多少吃了 就是我非常不喜欢 他在打游戏的时候 除了打游戏之外呢 就完美了 所以你就是没有完美 你就是一直打游戏 OK 莱恩最讨厌 米识做什么 哇 很多耶 最烦了 我不喜欢他 给我想一下 下游戏是没有什么不喜欢的 你就是 你是完美的嘛 对不对 我不喜欢 我叫他帮我洗厕所的时候 他不帮我洗 这种洗厕所的事情 我宁愿请part time card card OK 如果你也不愿意洗 我也不愿意洗 不要做不了这种事情纠结 我们的身高体重 对 你可以讲你体重哦 你都瘦了这样多 他鸡 鸡爪啊 我就讲先 我是156cm 然后我是48公斤 我是180cm 52 53 KG 下一道问题 收出 初恋几岁 所以 我初恋啊 初恋是什么 初恋是 有跟那个人在一起 还是 就是有那个感觉 哇 这个 这个人他分析到很很仔细 没有感觉就不算啊 然后就 你是我男朋友啊 我 没有 如果是只是暗恋的话 然后没有跟那个人在一起的话 我六年级 没有啦 五六年级 然后如果是真的是有跟那个人在一起的话 就 15 16 我印象中 对一个人开始 暗恋一个人是 四五年级 五年级 初恋看 跟一个人拍拖的时候 就是16岁 差不多 我们两个都差不多 下一个问题就是 迷失减肥成功 越来越美了 Rion会担心 迷失身边有爱慕者吗 真心话 你们很等对 谢谢你 迷失减肥成功 其实还没有算成功啦 我的目标还有差不多 什么 35kg 担心多多少少都会啦 可是 就只是想过 可是不会真的去担心 因为 这个是整个 组这样 它是瘦下来的组吧 你知道吗 就是 它的性格是 一样是很懒惰的 它是会卡在家里面 它不会想出去的 就它出去 一下子它就赶快回家 你试和Rion有没有整过容 哎呀 Shit 哎呀 Shit 给你们发现到 Shit 我 我 我要 你回答 答案是 没有 没有 是真的 就学全部都是真的 哇 如果整个容 还是这样的样的话 不要吵啊 这句话是我讲啊 没有 如果我整个容的话 我现在应该是 大美女 虽然我现在也是很美啦 对啦 如果整个容 我现在也不会 这样的狗样啊 应该是好看一点的狗样嘛 对不对 谁比较爱干净 你们觉得呢 其实讲真的啦 我们两个 都没有很洁癖 就是有一些地方 它是非常想要干净 然后我是无所谓 然后有一些地方 我是很想要干净 可是它是无所谓 有呗 哪一方面 你是比较想要干净的 就是好像 像莱恩呢 它是希望它的车是干净的 然后我是希望我的床 个壁的桌子是干净的 可是我要的干净 我觉得 所以比米思更多 因为我很挑 因为米思真的很多东西 很懒惰很随便 你知道 比对的话 可能莱恩会比我爱干净多一点 多一点点 没有啦 三点 三点 一点 两点 四 三点 三点半 两点 OKOK 两点 Next 上次分手是演的还是真的 是真的 假的 OK下一个问题 你们最讨厌哪个youtuber 最喜欢哪一个youtuber 讨厌的话 没有讲很喜欢 也没有讲很讨厌 给我们讨厌一下 讨厌是没有 可是喜欢的 可能是米思 我觉得我不喜欢米思 我觉得我爱米思 这个youtuber 我真的 你有看过他吗 我很想kiss他 我真的控制不到 其实我是蛮喜欢看那种香港的youtuber 就是他们vlog的方式 好像有几个啊 像mira 还有那个 斐蛙 然后我也蛮喜欢那个住在韩国的那个女生 他跟一个berzil的男生在一起 OK 这个问题我真的很喜欢 你们大便用左手还是右手洗屁股 我用水和tissue 这么加可爱的这个问题 你是用左手还是右手 右手 我也是右手 你是用水帮对不对 我也是用水和tissue最近 可是我基本上我是很不喜欢用水的 有想过制作属于两个人的专属裙子吗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歌了 只是目前已经有打算要拍MV了 只是因为这个整个MCO的延时 所以我们这个原本打算是在5月发布了 可能现在就要推迟了 对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那时候出的就多多支持咯 第一次怎么称呼对方 B 甜蜜的时候这样比 如果不爽的时候就加A了 A A 你们是什么原因而在一起的 就是喜欢对方而在一起的 BB在一起 没有啦 就是喜欢啊 一开始有感觉有好感 在一起咯 就是这样简单 对对对 就在一起咯 过后才发现到 像美的 动作题 请做一个可爱的表情 一 二 三 这个我也很喜欢 为什么他叫米斯肥婆 他明明很瘦啊 很美啊 谢谢你 这种肥婆是一个称呼吧 就好像有时候我去巴萨 我穿的很难看还是叫我泥仔 可能以前我是越吃越肥 他就开始叫我肥婆 然后我再瘦下来 我改不了那个称号 对啊 因为不可能叫他修婆嘛 修婆很难听 诶 修婆 你没有那个feel要 肥婆 诶 那感觉回来了对不对 下一道问题 Youtube的收入 就是我们目前赚过最高的一个收入在Youtube呢 就是 大概 三千多美金 是老板娘 所以钱都是阿关的 下一道 米斯你觉得莱恩是你原本的理想类型吗 其实是算是的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我就有跟自己讲想要找大眼睛的男生 所以莱恩有符合到这一点就是哦 然后我也是希望身高有180的然后莱恩也有只是太瘦了 可是算了啦我觉得也是 哇你以前有有算过 也是蛮符合我的想要男朋友的类型的 可是米斯是我真的吓到哦 我是真的是跟米斯在一起的时候我才发现到他的身高 可是我差就真的是很大 因为我们差差不多有20cm 对 所以我们是萌生高叉 喜欢什么姿势 哦 喜欢什么姿势 或者我会怪你 嗯 姿势应该是Post的意思吧 我喜欢这个Post OK 或者是这个Post 或者是这个Post 睡觉的时候我喜欢这个姿势 这是来很奇特的一点 你看他的脚的柔软性 我可以这样一Yout不是问题 这样 放 拿来 你不觉得很奇怪呗 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是觉得 What the hell 对 可是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姿势 我要这样子啊 基本上我这样子做我就可以直接睡着了 好啦 所以这个Q&A就到这里啦 你们还记得上一次我们那个giveaway吗 我们100k的时候呢 我们有送出Airpods 还有G-Shop 然后呢 这两部也已经发布了幸运额了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你很想要手表 G-Shop的手表的话呢 你们可以去Instagram找这位 因为店主哦 我们平时买手表 都是向他买 对对对 Quality很好 价格也很合理的 然后那个店主人也很nice 所以我们现在的频道呢 已经差不多160k订阅了 当到达250k订阅的时候呢 我们又会再做一次giveaway啦 WOW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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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们会giveaway什么 你们想知道是不是 哈哈 我不要跟你讲啊 可是 你们很想要的 所以你们想要知道是什么呢 你们就看我们下几部的影片的结尾 会发出什么giveaway啦 然后就叫你所有的朋友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上了250k 我们就会发布这个giveaway咯 好了 所以我们这个影片就到此为止咯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请点个喜欢 还不要忘记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也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